3C一招发烧室 下载完整后 然后我们开启飞航模式 知识没有网路能不能导航 结果发现真的可以顺利使用 只差没办法提供即时路况 因为没有网路啊 就别为难Google Maps啊 但离切地图只保留30天 要记得更新哦 小米Note 2使用5.7寸双曲面萤幕 萤幕延伸到两个侧边 实际拿在手上把玩 质感的确相当好啊 搭载6GB的记忆体 128GB超大容量 高中笑容821处理器 拿来和5.5寸的iPhone 7 Plus相比 可以看到小米Note 2的 萤幕比例占比较高 还有这次不能不提的 就是拍照功能啦 升级到2256万画素 且有着2.0大光圈 支援4K录影 搭载6寸FHD大萤幕 才窄边框设计 机身最薄处只有6.9毫米 让小手妹子们也能一手掌握 但由于萤幕占比大 单手操作时 会容易不小心按到萤幕边缘哦 把字体调到最大 大大的萤幕搭上大大的字 相当适合长整观看 还可以开启蓝光绿光器 让萤幕亮光不会太刺眼 防止眼睛疲劳 这也是三星第一支 有6GB记忆体 64GB容量的手机 最大可以扩充至256GB 想必官方对使用流畅度 一定信心满满吧 实际玩3D游戏 战车世界相当顺畅 没有卡住的情况 而跟C9 Pro规格相当 同样搭载6寸萤幕的 Opro R9s Plus相比 售价便宜了约1000元 3月1号至3月7号开放预购哦 懂新闻台北报导